欢迎来到小鱼888,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 最近,一则关于影视圈内两位明星谭松韵与王凯的绯闻在娱乐海洋里掀起波澜,成为粉丝和媒体热议的中心,这对在影评上各自光彩夺目的明星,此刻的封闻亦是让人好奇不已。 那么,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我们一同走进事实的迷雾,探索其中的真相。 王凯和谭松韵都是实力派的演员,沉淀型的,印象深刻的就是王凯的狼牙榜,伪装者。 欢乐颂等等,谭松韵则是锦衣之下,以家人的名义,都是经典好剧,演技也不错。 如果两个人真在一起,还是有一些般配的,谭松韵小巧玲珑型的,初看不惊,但是长相很大气,打扮起来,有点大家闺秀的感觉。 这两位演员在多部电视剧中合作,其中的默契和火花让粉丝们怀疑他们之间是否真的产生了感情。 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频频被拍到一起吃饭,逛街的照片,这不尽让网友们猜测,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风起于静谧的剧组 传言指出,谭松韵与王凯在合作一部叫好又叫做的剧集之后,感情迅速升温,他们在剧中恰若天作之和的情侣形象,无疑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也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演绎了一场甜蜜的恋曲。 社交媒体作为当今时代互动的桥梁,成为了这段情感传闻的加强者,两人在网络世界中,频繁的点赞与评论似乎在暗中传递着某种信号,在节日里交换的祝福更是让人们对他们的关系充满了遐想,而当媒体捕捉到两位明星在都市之中携手共进的温馨画面时, 恋情的争论似乎找到了更坚实的支撑,照片里那份不做作的喜悦,那种恍如隔世的亲密,为他们的关系增添了数分真实的温度。 尽管恋情的传闻犹如夏日的暴风雨般迅猛而至,但两位主角本人似乎对此并未做出直接的回应,这让一些担忧的粉丝不免怀着焦虑的心情,他们担忧喜爱的偶像是否会因私生活的风波而遭遇非议, 另一派心绪更为冷静的粉丝则表现出了包容和理解,无论风波背后的真相为何,他们坚信每一位艺人也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在这浮光掠影的娱乐江湖里,明星们的爱情故事无疑是观众瞩目的焦点,对于谭松韵与王凯的恋情传闻,我们以以平和的心态等待官方的明确回应,同时也衷心希望,无论感情或是事业,他们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就。 终于表白了,这五个字,如同五颗甜蜜的子弹,穿越了条条时空,击中了无数等待的心,王凯,那个我们眼中的男人,终于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大声地向世界宣告,他对谭松韵的情感,希望你一直快乐。 这份情感,简单又深沉,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间。 那一天,雅人同时秀出了气球照,灰蓝的天空下,五彩斑斓的气球随风飘扬,如同他们之间的爱情,纯粹而灿烂。 众人眼中,这无疑是暗戳戳的官宣,是难得萧婷真实存在的证据,我们都知道,难得萧婷是他们之间的绰号,亦是他们感情的象征,如今看来,这一切竟成真了。 王凯与谭松韵的故事,仿佛一部悠长的电影,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每一幕都那么真实。 那么动人,尽管未曾亲身经历,但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每一分甜蜜,每一丝情愫。 王凯,那个笑起来如阳光般温暖的少年,他的眼中总是充满着对世界的热爱与好奇,而谭松韵,则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总是给人一种优雅而从容的感觉。 他们在一起,就如同天造地设的一对,彼此补足,相互成就。 如今,他们终于勇敢地表白了心意,这不仅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得到了升华,更是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我们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也为他们即将迎来的幸福生活,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难得萧婷,这个名字在他们的故事中拥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他们感情的见证,更是他们勇敢追求爱情的象征。 每当提起这四个字,我们总会想起他们之间那些或甜蜜,或感动,或有趣的瞬间。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爱情总是充满了未知与变数,但王凯与谭松韵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心中有爱,只要勇敢去追求,幸福总会如期而至。 他们的爱情,不仅让他们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也给了我们无数人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看着他们秀出的气球照,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未来幸福生活的缩影, 那些五彩斑斓的气球,就如同他们未来的生活一样,多姿多彩,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希望。 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为王凯和谭松韵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愿他们的感情,如出如愿,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和快乐, 而难得萧婷这个名字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成为爱情最美。 王凯的社交媒体上,每一条与谭松韵相关的动态都能引来无数点赞和祝福。 那些曾经对他们感情持怀疑态度的人,如今也纷纷转变了观念, 为他们的坚定和执着送上由衷的赞美,而难得萧婷这个名字,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绰号,它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对真爱不懈追求的象征。 与此同时,王凯和谭松韵的生活也因为这次表白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更加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每一刻,无论是平淡的日常还是偶尔的小惊喜, 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幸福满意,他们一起旅行,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 他们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一起面对挑战和困难, 在彼此的陪伴下,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当然,爱情的路并非总是平坦,王凯和谭松韵也曾遇到过一些小的摩擦和误解, 但他们总是能够坦诚相对,用沟通和理解化解一切不合, 他们相信,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走向幸福的步伐。 时光荏苒,转眼间,王凯和谭松韵已经携手走过了许多个春夏秋冬, 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越发显得坚不可摧, 而那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人,也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到了勇气和力量, 更加坚信爱情的力量能够超越一切。 在当今的娱乐圈中,新生代演员层出不穷, 但能够获得国民闺女称号的却寥寥无几。 谭松韵,一个清新自然,甜美可人的女孩, 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观众缘,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之一。 作为一位90后演员,谭松韵从小就展现出了对表演的浓厚兴趣, 她自幼学习舞蹈和表演,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实践, 逐渐在演艺圈崭露头角,在电视剧《甄嬛传》中, 她饰演的纯贵人一角深入人心,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从此,她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作为一位年轻的演员,谭松韵在演技方面有着非常高的天赋, 她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角色演艺得生动真实, 无论是青春校园剧还是古装宫廷剧, 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角色。 在电视剧《最好的我们》中, 她饰演的耿耿一角备受观众喜爱, 展现了她在演技方面的实力和魅力。 除了在荧幕上的出色表现, 谭松韵在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女孩。 她热爱生活,喜欢旅行和摄影, 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分享给粉丝们许多美好的瞬间, 她的阳光形象和亲和力让她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国民闺女,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外, 谭松韵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她关注弱势群体,参与慈善活动,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她的善举和热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和尊敬。 谭松韵的成长和蜕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天赋和努力, 更是因为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她始终保持着对表演艺术的敬畏之心, 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演技水平, 正是这种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让她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谭松韵是一位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新生代演员,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观众原获得了国民闺女的称号,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之一。 相信在未来, 她将继续用自己的表演艺术去感动更多的人,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